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FC平台的冒险岛 这款游戏呢,我小时候没通关 卡赛了第八大关 几个快速移动的梯子呢 老玩家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 可能很多小伙伴那里都没过去 这个游戏的流程其实非常的长 一共八大关 每关呢,四个小关 是到了这座滑板 滑板咱撞掉 这里要捡一个武器 火 火的威力比斧子要高 而且能破坏障碍物 这是最好你能把它保持到中章的游戏 刚才那里有一个可以上天的隐藏 这个游戏隐藏还是不少 但是啊 怎么说呢 因为初代的话系统比较单一啊 不像后面的作品 又可以捡恐龙 又可以捡各种武器 所以说隐藏的作用呢 并不是很大 隐藏咱们就不拿了 而且呢 出于视频的时尚考虑呢 咱们也快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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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端的第2小关 每个小关又分4个部分 所以说这个游戏呢 你算一下 反正是很多了 然后第2关呢 主题是水 咱们有了一个滑板之后呢 感觉过关的速度会加快一点 现在的游戏时长一般都控制在15分钟左右 那么这个游戏恐怕要录制4期才能分不了 就是快点跑 第4部分了 这个滑板可以控制一下速度 前后呢 前是加速 然后后呢 就刹车 可以保持到第4关 打boss之前 boss之前滑板自动就没有了 吃了个牛奶 再让体力加码 这个篇幅真讨厌 尤其是他躲在火堆的后边 跳起来之前最好先扔一发 无敌 游戏的蛋里呢 有可能还会捡到一个茄子怪 这个茄子怪呢 就是不断的吸引他 好像就在前面不远 就这个就是 游戏的流程很长 还是需要在关键的部分 定长度的进行背板 或者捡到这茄子怪 很可能就会吊带 到了第4小关 这4小关 滑板肯定会丢 boss之前呢 他会自动的把你的滑板 变成分数 这里有意思了 这里有意思 这东西 小的手管 他叫野猪 但其实不是吧 不知道是个什么管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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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就没了 因为在这关没 我是不心疼的 反正到前面也是没 但是如果前几关花瓣 没了真的心疼 快到了 快到boss 直接把他干掉 第四部分来一下 到了 滑板到这里 正常就会挂掉 好 干掉 挂了个头又跑了 咱们要干到他八次啊 整整八次 第二大关了 好看每期如果时长15分钟的话也就够打两次了 还以为有隐藏呢 什么时候能给我滑板啊 无敌 好 那个青蛙跳过去 青蛙往前冲真的能躲过去 开滑板的话尤其明显 吃了个什么鬼 牛奶或者分数一类的东西 哎呀 这个火的打点要比斧子高 所以近身的话 他不是特别好用的武器 这里要提前扔子弹 主播那个奇 是叫奇雨吧 他容易扎到你 啊 这个坑好大 然后跳过来还得往上跳 剪到那个湖会得到双倍的分 这有什么鬼用处吗 啊 蝙蝠和火炬的组合真的是讨厌 神器 神器啊 滑板在手 天下我有啊 啊 应该是通关不愁啊 但是用滑板跳那几个 梯子的时候真的节奏要十分十分的好 一般好的不行 一般好的不行 要十分好 第四小段 那个东西我没吃 因为我感觉 咱们不缺道具之来 还是不要冒险 万一搞出个茄子之类的 幺蛾子 我绝对后面不吃那个湖了 因为吃了他还要结算分数 不吃的话还能快一点 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我以为那个踩下去呢 没想到他是一个王法 他不是一个单程票 不停的在跳啊 哪有什么一马平川啊 啊这坑好大呀 沙号车 沙号车 啊 我认了 这下我认了 我的滑板 阿尔伯恩寺 没打到他 我以为跳脸会打到那个蜘蛛 这几个乌鸦总吹的这么大开大河的 有两朵花代表后面会有两个怪物 哎呀没有滑板啊 面对这青蛙的时候就有点怂 有青蛙的话可以直接钻 钻不过去你的子弹 哇 飞了 看来不是野猪 绝对不是野猪 第四小段 要boss了 又是一样的套路 这是他后面换的那个头 第二个头 解决掉 那好吧 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就给大家录制道交流 明天下一期咱们继续 第三和第四大关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